72. 《工商時報》 生技基金長線題材不斷 2015年7月22日金融商品C.2 女青狼美股今年內表現最佳產業指數 還是生技科技指數 指數續創新高 觀察投訊發行十一檔生技基金今年以來積效平均達15.95% 表現兩例 法人指出 儘管去年以來生技股經歷一波漲幅 但因應觀察未來續降動能的投資價值 以醫療生技產業預管未來三年獲利續強 整體生技醫療營在成長趨勢上 中長線源源不絕的技術創新題材 長線成長趨勢不變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經理人沈宏達表示 今年生技醫療產業持續由新約核准研發數據 並扣熱潮及獲利成長來推升 預期七、八月新約 生技論壇以及並扣題財會相對清淡 不過美股財報季已經展開 預期醫療生技類股相對不受美元走強等負面因素影響 獲利可望領先其他類股 形成支撐股價的主要利多 考量未來五年產業營運成長快速 目前評價位於歷史區間裝值 仍具吸引力 沈宏達指出 後續營值得進場投資 整體長期提材面和基本面的支撐下 醫療生技產業中長線表現仍然可期 從銀頭信投資部主管將計民預測 今年底前指數有機會上看4300點 甚至朝4400點埋進 以此估算年底前NBI指數上有如一成帳幅 經驗顯示 生技下半年股價表現明顯優於上半年 統計過去16年中NBI指數平均每季表現 呈現季平均帳幅逐漸攀高走勢 全年中以第四季平均帳幅7.9% 領先前三季 其次是第三季平均帳3.88% 下半年平均帳幅近百分之十二 代表近期生技股界如月拉回 都市逢低分批布局佳基 日成精選五府基金經理人林佳興認為 觀察美國生技股穩步走高 亞洲最受目生技盛市BioTwin 2015 台灣生技月將於22日登場 再為生技股近期創造新亮點 擁有利多題材各股有機會表現 但整體族群可能不會齊髒 預料以個別公司表現為主 可留意代工、學名藥等型運族月成長公司 尷尼